昏黄的色调,老旧的建筑 影片一开始就告诉我们 这不是一个发生在现代社会的故事 上世纪70年代的费城大雪纷飞 寒冷的天气无法压抑人们的热情 一场橄榄球赛正在进行 本土球队老鹰队对战最强球队巨人队 巨大的赛场上坐满了人 这是老鹰队的主场 但满场都是巨人队的粉丝 老鹰队的球迷只占据了这小小的一团 因为这支球队已经很久没有赢过了 连本地的球迷也对这支球队失望至极 果不其然,这场比赛老鹰队被剃了光头 一分也没有得到 观众纷纷丢下废纸团表达自己的失望 一名球迷愤然起身 就这赛场表现还不如他们这群业余的球迷 不信你看,这群中年男人在泥地上踢的球 确实十分热烈 比赛场上的比赛有看头 期待一年的比赛打成这个样子 球迷黯然离场 近年来费城经济凋敝 罢工贫生 众多人民因失业陷入贫困 黑暗中的人渴望光明 他们将老鹰队看作费城的希望 强哥也是陷入困境的普通民众 他已经到了儿立之年 仍是个没有房,没存款的穷屌丝 俗话说得好 男人至死是少年 穷屌丝强哥心里有个少年的打球梦 而时,他们一家人一起看老鹰队的比赛 那时候的老鹰队辉煌无比 冠军什么的伸手就来 看得人热血沸腾 强哥就是这个时候 对橄榄球产生了极大的兴趣 成了老鹰队的忠实粉丝 许是继承了母亲的运动天赋 没有参加过任何训练 也没有加入过任何球队的强哥 总是能轻而易举地在球场上握人冲刺 是朋友圈中公认的最佳球手 闲暇之余 他们会进行比赛游戏 输了的一方要请喝酒 只要强哥一来 对手的脸色就黑了 因为只要有强哥在 他们就没有打赢过 球场上威风扒面的强哥 一回家就成了孙子 妻子埋怨他没出息 挣不到钱 本来他还是个小老师 但现在经济不好 他也被辞退了 30岁的人 只能留在朋友的酒馆中当服务生 不能让媳妇过上好日子的男人 算什么男人 这是社会赋予男性的家庭的责任 纵使心中住了100个少年 30岁的男人也必须成熟 强哥拜托酒馆老板 多给自己拍点班 他必须多多地挣钱 强哥已经无力支付 这个月的房租 他低下自己的头颅 十分不好意思地 敲响了父亲的家门 问老爹借钱 一个成熟的男人 更加懂得一个男人的心酸 父亲慷慨地 从紧巴巴的手指缝中 抠出了几百块 谁的日子好过呢 年轻人尚且找不到工作 一把年纪的老父亲 哪有收入 一边是常年患病的妻子 一边是眼巴巴要钱的儿子 艰难的生活 让这个城市和人民 都迫切希望看到一场奇迹 强哥的生活更糟了 他辛苦一天半夜回到家 家中却空无一人 妻子已经打包好行李 弃他而去 留下一张纸条 嘲笑他的无能 强哥抡起椅子 在家里一通乱砸 惊醒了街坊四邻 他已经彻底是个失败的男人 一无所有 一事无成 这或许就是他不成熟的代价 要是早点放弃自己的兴趣爱好 把打球的时间放在工作上 或许这一切就不会发生 强哥想 生活已经跌进了谷底 是时候诞生新的希望了 酒馆的电视中播放着新闻 老鹰队聘请了最优秀的教练老王 新冠上任三把火 老王一就职就搞出了个大新闻 在全城招募求援 不论年龄 不论身份都可以参加 这是个罕见的机遇 好友汤姆鼓励强哥去参加选拔 强哥的天赋和热爱 大家有目共睹 如果有一个人能够通过选拔 那么那个人一定是强哥 然而强哥却退缩了 为不切实际的梦想浪费时间 那是小孩子才做的事 他已经是成熟的大人了 但汤姆的话 在强哥的心中掀起了波澜 他已一无所有 为何不为梦想拼一把 小城东边放个屁 西边马上就能闻到 这事很快就传进了强哥老爹的耳中 可能是为了弥补 年轻时没有为梦想奋斗的遗憾 老爹鼓励强哥 一个男人可以承受很多次失败 去世时并不是件坏事 不会有什么损失 这是万众瞩目的一天 全城的摄像机 都将镜头对转了球队海选现场 事实上新教练老王对这次海选也没有什么信心 他只是想活跃一下老鹰队一潭死水的气氛 他的想法成功得到了实现 选拔现场什么牛鬼蛇神都有 记者都忍不住在镜头前报了粗口 这些手忙脚乱 人养马翻的参赛者 真的不是猴子派来搞笑的吗 连老王自己都看不下去了 忽然 他被一记绝尘的强哥吸引了注意力 这匹小红马还像点样子 丢了个球过去 强哥玩得也不错 找到了合适的人选 老王一声令下解散了人群 强哥头也不回静止走了 他真的只是抱着试试看的心态 来走个过场而已 酒馆众人都满怀期待地等待结果 强哥却迈起了关子 一声不吭 直到电视新闻宣布 强哥是唯一一个通过选拔的 大家都为强哥欢呼 贴近自己的梦想是每个人梦寐以求的事 可是强哥却将自己独自关进了卫生间 他眼里充满了现实 并不是通过了海选就能成为老鹰队的球员 还要通过训练营才行 在正式成为球队之前 他将没有任何收入 年龄和经济不断警醒强哥 不要奢望不可能的梦想 为什么偏偏是这个时候 他最没有资格去追求梦想 已经打定主意要放弃梦想的时候 实现梦想的机遇就来了 命运真是会开玩笑 酒馆老板无比清楚强哥的困境 他拿出一打钞票 奉劝强哥一定要去参加训练营 这不是强哥一个人的梦想 这是大家的梦想 这笔钱不必着急还 如果真的不好意思 就把我妹安全送回家 强哥正准备启程 一群记者围到了酒馆门口 强哥已经算是半个名人了 他站在酒馆门口接受了简短的采访 沾了强哥的光 或许从今天起 酒馆的生意就会变得更好 只是一次平平无奇的护送 强哥和表妹之间的好感 却在快速提升 他们有共同的兴趣爱好 差不多的年纪 差不多的生活状态 不敢碰触的目光 和饶有兴致的回眸 暴露了两个人的心绪 训练营还没开始 强哥已经快人一步 自行安排起了体能训练 这场从天而降的机遇 正在一点一点唤醒强哥对梦想的追求 对生活的期待 和对这暗无天日的生活的愤怒 只要一看见那个破烂的家 强哥就充满了力量 另一头老王也并不轻松 作为一个破船的掌舵人 他很有可能到决赛结束前 都无法安心睡个好觉 幸运的是 他有个支持他工作的好老婆 训练的这天很快就到了 强哥早早来到了训练场地 他就是83号 强哥将妻子留下的小纸条 藏在自己的休息位上 激励自己努力训练 他要向前妻证明他不是废物 然而强哥的权力以赴的尽头 惹来了老球员的不满 这群身经百战的老滑头 被强哥抢走了风头 戴着有色眼镜看强哥 怎么瞧强哥都像个作秀的小丑 他们瞧强哥不顺眼 不但言语讥讽挑衅 还在训练中给强哥使绊子 在对抗训练中 大黑哥仗着自己的身材和技巧优势 一次次将强哥顶翻在地 让强哥吃尽苦头 他们心里才能舒服点 训练营的日子再难挨 强哥也不会放在眼里 因为他的背后 站着很多支持他的朋友 老皮特坐在强哥家门口守了一夜 只为对强哥说一句鼓励的话 强哥的心上人 美女小表妹 也打包了一箱礼物 送到强哥的宿舍 开心不已地给小表妹打电话 殊不知自己藏起来的小纸条 被人翻了出来 到处传阅 连自己的老婆都看不起他 老球员们更加有理由 讥讽强哥了 训练的时候 下手也更加不留情 强哥身上 每天都要添心伤 强哥气不过 奋起反击 却毫无用处 他的体型和技巧都不如人 强哥最大的优势 就是恢复得比较快 毕竟有小表妹开小灶 炖鸡汤 营养跟得上 明明对小表妹有好感 没事就想和小表妹待在一块 但强哥却迟迟不敢表白心计 费城陷入了最糟糕的境地 爆发了大规模的罢工活动 强哥也觉得自己糟糕透了 他不负众人的期望 任性地选择了一次自己的梦想 参加了训练营 可通过训练营 岂会是意识 梦醒之后 他终究还是要回到原来的生活 变回那个曾经一无是处的自己 正所谓一朝被蛇咬十年怕惊声 他已经被前妻抛弃过一次 故而惧怕平庸之后再次被遗弃 五年的婚姻生活 强哥在前妻的日日贬低中 渐渐感知不到自己的价值 每次两人见面 小表妹都会特意穿上漂亮的小裙子 强哥不是不明白小表妹的心意 他只是觉得自己配不上 所以连特意发出的邀请 也不敢说是约会 整得小表妹好像是一厢情愿 自作多情 终于强哥将小表妹弃走了 强哥满心难受 却不知如何挽回 训练营第一轮淘汰名单出来了 强哥的努力得到了老王的认可 但新的训练更加残酷 强哥每天都会被大黑哥顶翻在地 身上的伤接连不断 总是浑身缠满绷带训练 大黑哥一次又一次的挑衅 终于把强哥惹恼了 愤怒能够激发人的力量 但力量在真正的技巧面前总是不堪一击 哪怕强哥为了能够更加灵活的运动 把保护性更好的电剑 换成了更加轻便的四分之三重量电剑 也没有用 每个老队员都有一本自己的战术秘籍 只有强哥没有 如果他继续这样一次次被人顶翻 没有丝毫的防守能力 他一定无法通过第二轮筛选 但也并不是所有的老队员都针对强哥 大胡子就被强哥的认真和执着打动了 他交给了强哥战术秘籍 看对手的手指头 如果他的指尖发白 他就意图进攻 反之 这相反 凭借这一点 强哥终于和大黑哥的对抗中扳回了一局 不要害怕辛苦和疲累 你的坚持和热爱 所有人都看在眼里 愤怒吧 如果有人蔑视你的梦想 就愤怒地向他呐喊 就剩最后一个名额 和一众专业运动员比拼 强哥能坚持到此 已经很了不起了 他用愤怒顶住了外界的嘲讽和刁难 却难以掌握住 由内心而生的心理压力 正是背负了太多人的期望 强哥才无法接受自己落选的结果 与其等宣布结果的那一刻 让所有对自己心存期望的人失望 不如早点退出 保留最后的体面 强哥向父亲吐露心声 父亲并未批评强哥 只是向他讲了一个讲过无数遍的故事 48年 球员巴润触地得分 顶住一路狂输的压力 逆风翻盘 眼前的困难并不可怕 不坚持一下 你怎么知道自己能不能赢呢 即使输了也没有关系 男人的一生能够承受很多次失败 强哥若有所思 或许他一开始就错了 他早已被生活和婚姻磨光了锐气 变得胆小 畏缩 总是瞻前顾后 99米都走完了 只剩下最后一米 要放弃吗 还是再坚持一下而已 奴隶的人总会有回报 老王力排众议 让强哥成为了老鹰队最后一名球员 这天 欢呼声差点掀翻小酒馆的房顶 强哥俨然是众人的英雄 只有小表妹不动声色 拉开了和强哥的距离 强哥终于以职业球员的身份 正式踏上了赛场 眼下 他不但要实现自己的梦想 还要实现众人的期望 全程都在关注着他 一个从酒馆走到赛场的大龄球员 这比赛只能赢不能输 可现实总是事与愿违 初登赛场的强哥有些怯场 动作十分僵硬 难以和其他队员打好配合 不管是进攻还是防守都一塌糊涂 在众人的虚声中输掉了比赛 老王很生气 就着强哥的衣领子撒火 失败者的质疑再次铺天盖地 压在了强哥肩上 他应该怎么做 老鹰队已经连输了六场比赛 只要再输一场 老鹰队就会被踢除 职业球队的行列 部分球员将过错 完全归结在了强哥的头上 在赛场后台 对着强哥捏紧了拳头 强哥默默承受着气氛中的压抑 一声不吭 全部接下 只要有爱人的理解和鼓励 男人的肩膀可以顶住一切压力 现在 强哥需要小表妹打个气 强哥将所有的顾虑抛之脑后 鼓足勇气向小表妹表白 但小表妹并没有给他明确的答复 强哥心烦意乱 连球队的战术讲解 也听得心不在焉 他驱车走在费城街头 怀念以前无忧无虑的时光 他太压抑了 需要疏解 街头一个小男孩 穿着83号球衣 在球场打球 那一瞬 强哥好像看到了少年的自己 他想起和朋友们 一起在泥地上的打球时光 不知不觉就把车开到了球场 果真 强哥的那群老朋友都在打球 强哥默默看着 毕竟职业球员和业余球手 是两个世界的人 好友发现了强哥 邀请强哥一起打球 强哥念及周末的比赛没有答应 好友满脸失望地走了 强哥心里十分不是滋味 球队可能随时会抛弃他 但他的朋友永远需要他 为什么追逐着梦想 就把当初支持自己梦想的那群人弄丢了 为什么追逐着梦想就把梦想的意义弄丢了 当初想要成为职业球员 是为了那份荣耀吗 不 是为了享受打球的乐趣 感受打球的快乐 天空下起了大雨 强哥却好似醍醐灌顶 顿悟了 他冲进人群 在泥浆中完成了一场比赛 看着好友骄傲地向对方喊 记得带上钱 请喝酒 强哥心里无比满足 好事成双 强哥满是泥巴地回到家 发现小表妹撑着伞坐在自家家门口 显然已经等了很久 小表妹此行只是为了给强哥一个答复 他愿意和强哥尝试交往一下 强哥心花怒放 别等待 要爱就现在 强哥忽略了小表妹矜持地拒绝 热烈地亲吻着 把小表妹推进了自己家 这头雄狮已经觉醒 开始显露出侵略性 他会是一个很好的进攻者 最后一场比赛拉开帷幕 强哥的朋友们已经坐在老位置上 准备好了为他欢呼 小表妹也出现在了人群中 老王在后台给众人打气 这一场不仅是老鹰队的希望 也是费城的希望 强哥信心满满 城的希望就是人的希望 人只要能够找回那个 被现实掩埋在心底的自己 那个有梦想的自己 无论何时何地 这个人就会发光 强哥现在就属于发光者的行列 他翻出前期留下的那张废物纸条 狠狠地撕碎了他 今天全城的人都将见证 一个小人物的成功 老鹰队对巨人队比赛开始 强哥在赛场上快速奔跑 没有心理压力 他的表现相当精彩 多次在关键时刻发挥作用 这引起了对手的注意 在赛场上着重针对他 比分渐渐拉平 时间也耗完了 进入加时赛 这是至关重要的一球 这一球决定了强哥 职业生涯的成败 决定了老鹰队的生死 发球准备 强哥看到对方主攻手的指尖发白 快速向队友传达指令 拦住对方主攻手 哨声一响 强哥抢到球 连召数人 快速冲锋 老鹰队赢了 每一位观众都为强哥 精彩表现发出欢呼 强哥张开手臂 他做到了 一个小人物实现了梦想 整个费城都为之一振 强哥在好友和亲人的鼓励 与帮助下 中年进入职业球队 实现了自己的梦想 这是电影《万夫莫迪》 向我们分享的故事 这个故事并不是杜钻出来的 现实世界中的文思 就是强哥的原型 甚至最后那场激动人心的比赛 也是文思某次赛场表现的戏剧性复刻 文思在老鹰队服役了三个赛季 而金已经退役 和妻子居住在新泽西 他们生了两个孩子 生活美满 影片中教练老王的原型 是在1980-81赛季 带领老鹰队闯进了超级杯 这是一个一眼就能看到结尾的成功故事 但这并不妨碍 对橄榄球规则一窍不通的我 为之动容 因为它能唤醒 已经被生活消磨的我们 压抑在心中的梦想 也不必轰轰烈烈 也不怕万人嘲讽 默默去做 坚持一下 就再坚持一下 万一下一秒就成功了呢 我也不甘心放弃梦想 彻底向生活低头啊